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五名 陈某 实力人静级别 道门之手冠冠主 名字虽然很普通 却是真正的道门第一人 陈某早年兼职 宋国某道观的一名普通道人 根本没有什么修道天赋 甚至连西陵神殿都没有见过 冠主有姓无名 他叫陈某 陈某里的某 是某某里的某 是人间随处可见的某某 陈某在江夜全书的前中期 异常的低调 几乎没有什么戏份 甚至比熊出没和玉莲 还要更少的被提及 但没有人会小看他 因为他是江夜历史上 最年轻的破五境 是道门除了开创者赌徒之外 最有天赋之人 冠主和连生一样 号称万法接通 学冠佛道魔 掌握多个五境之上 其中包括佛门之寂灭 佛宗之无量 魔宗之天魔 书院之无惧 以及西灵之天启 作为最年轻破五境的人 陈某毫无疑问 有资格在修行史上 留下自己的名字 但因为这些年的历史里 多了两个人的名字 所以才会趁着他 没有一丝光彩 一个人是夫子 一个人叫柯浩然 陈某在世间名声不鲜 主要是他与夫子柯浩然 生在同一个时代 书院入世 所以冠主无名 数十年前 柯浩然第二次出身后 没有掩盖自己入魔的事实 一把青钢剑 败进天下强者 随后西灵照告天下 柯浩然一怒之下 杀上陶山 最后逼得冠主亲自出手 于连描述这场人间的巅峰对决时说 柯先生与冠主之间的那一战 除了老师 现在世间再也没有谁知道 当时发生了什么 只知道最终还是柯先生胜了 可浩然遭天诛后 夫子怒登陶山 斩遍满山桃花 冠主被迫联合悬空寺 蒋经首座 大战夫子 结果被夫子一根木棒 打到南海 再也不敢踏足陆地 后来冠主在南海与六百年前 南海大神官的后人成婚 得子陈皮皮 却被夫子强行抱走 十几年前 魏光明因错看绵亡之子 降世 造成诸多杀业 冠主从南海归来 将天启境界的魏光明 打落五镜之下 这也是冠主被困南海后 唯一的出手 冠主虽然常年被困南海 却时刻关注着世界的变动 夫子登天化月前 为什么不杀了冠主 答案是 时间太仓促 杀不了 夫子登天化月前 曾驱使拥有 无惧神通的木棍 在南海追杀冠主 冠主因为常年 在南海的缘故 所以对周围的地形 异常熟悉 连续使用无惧躲避 在尖头挨了夫子一棍后 最终还是熬到了夫子登天 夫子登天后 冠主再次踏足陆地 此刻小师叔早已逝去 夫子也已经离开人间 人间再没有人 是冠主的对手 李漫漫在聪领学会打架后 以无惧神通 与其大战七日 人间的第一次无惧之战 就此拉开序幕 七日后冠主踏足长安城 并表示 磕疯子死了 夫子走了 我便只好天下无敌 随后施展无惧 天启 寂灭 天魔 无量神通 秒败李漫漫 于莲 黄阳大师三人联手 期间故意被于莲削掉三根手指 最后被误出人间之力的宁缺砍废 不过 冠主在宾死之际 进入清静境界 长安城之战结束后 被陈皮皮带回支手关 九徒曾说过 我必须承认 若你还是全胜之时 我和屠夫加起来 都不见得是你的对手 而于莲和军墨两人联手 还打赢屠夫 浩天举行 陶山光明祭 冠主邀请南海大神官归来 破坏了浩天升天的计划 耶稣成圣当晚 冠主又有所悟 实力突破至清静之上 然后 下陶山满世界追杀浩天 浩天承认 清静之上的冠主 确实拥有杀死自己的实力 在依靠九徒的偷袭击败李曼们后 冠主手持七卷天书 再次来到长安城 准备对浩天取而代之 结果被宁却以 全人间智力所化的真正神福 人字福所击杀 浩天世界破碎后 冠主以极高境界 强行留在这个世界 在看到人间无损后 才放心离去 道门在江夜世界中 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冠主的清静境界 该怎么解读 以前夫子和连生都认为 知首冠就是浩天在人间的走狗 后来我们发现 道门追求的一直是 人间安定与平衡 比如冠主就曾认为 人如草芥 只要大道不变 部分人类的牺牲并不重要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都没有关系 而书院则强调 人类应该由自己 主宰自己的命运 我命由我不由天 后来冠主认为 浩天已是人类 无法再行庇佑众生之事 所以才打算取而代之 书院与道门 是看待这个世界的角度不同 并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 那冠主的清静境界 又该如何解释呢 原文说 它是道门最深不可测的一种境界 这种境界被称为绝世 因为这种境界 可以做到与世相绝 进入清静境 世间一切的力量 对于修行者来说 便成为了绝对的外物 但其实这种境界 对实力的提升并不算太大 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 举世法堂打响后 李曼曼就曾凭夫子留下的木棍 拦截了冠主七天 等到冠主追杀浩天时 李曼曼也表示过 即便冠主手中有六卷天书 但自己仍可以阻拦冠主七天 而李曼曼前后 并没有明显的实力提升 但冠主却进入了清静境界 而李曼曼拦截冠主的天数不变 因此清静境界对实力的提升 或许并没有想象般的那么大 江夜的作者猫腻本人 在网上答网友的疑问时 曾经表示 最后手握七卷天书的冠主 有可能强如柯浩然 不过参考天书并不算冠主的专属武器 并且用天书开天 基本上主要也是针对浩天 因此这里将其归为外力 最后参考原文队屠夫一刀的介绍 即便是柳白附生 也无法应接这一刀 冠主也不会想应接这一刀 除了柯浩然 从来没有人能应接屠夫的刀 推测冠主在常规状态下 肯定还是不如柯浩然的